大家好,我是中美爭霸 喂,大家好 我錄的日9月30日出街10月1日 無論如何,現在是大節期 國慶再加中秋 今晚10月1日有個音樂會我有份 但我自己的頻道可能推出的東西未必很多 要體諒 有時要見一下家人或搞其他東西 變了比較忙 OK,沒有推出這麼多片 無論如何,講正經的日子 邀請你們訂閱、分享、留言、讚好 以及按鈴鐺 請你支持我 有時看到我的觀看數被人打壓 我認為 OK 首先 會講一講 拜登和特朗普的第一次辯論 其實拜登比我想像中沒有那麼差 也是特朗普很多死穴 譬如說 他的交稅 其實對特朗普的聽眾來說 他交稅的問題 是震不走他自己的基本盤 即是說 美國人很討厭那些政治正確 其實美國人內心裡 我想很多普通的美國人 他們很不喜歡同性戀 又要支持一些易服癖 或者支持那些跨性別人士 這些其實他們心裡不喜歡的 不過過去幾十年 他們那些巨大資本 搞全球化 搞什麼都好 即是他們要容納不同的種族 但是說著說著 連不同的性侵項都要接納他們 各樣各樣這些事情 都令到其實普通的美國人來說 你自己關門搞就行了 你用什麼整天 要出來示威 然後就說要逼我去接納你 我心裡不喜歡你 行不行 即是這種變成了 你拿了道德高地 為什麼你半人半鬼 你會有道德高地呢 即是他們 即是你 我自己反對同性戀 也反對易服 我覺得做人 是不應該跟天鬥 你天生是 男人就男人 女人就女人 即是你自己和天鬥 我覺得這些是 你討厭 簡單說 也都我不接受 我的信仰也不接受 說完了 我不拜就不拜 這樣 你三爺訪門的事情 我看不到就與我無關 大家是這樣的態度 即是 如果普通人會這樣想 如果一些虔誠的 就激烈反抗 這些是違背聖經 但我普通人就說 你站在訪門我看不到就算 是不是 你站在訪門 穿男人穿女人衣服 不關我的事 是不是 即是類似 我說你 你吃光了 女性寒乙無 吃到你 很接近女人 我也分不出你是男還是女 那我不知道 你不要無緣無故 有人說 你做些事情 就證明說 我是有穿著的 不過 我的樣子很像女人 那些事情不要搞了 美國人這些政治正確宣傳了幾十年了 所以 其實 特朗普這個基本盤是動不了的 所以 是一種對 主流媒體 大財團 慢慢搞這些事情 不要忘記 經常說 為這些公義 浪費了 不去搞貧富懸殊 那些美國人就覺得很老套 但是 特朗普肯替這些人出聲 他們交稅是無所謂的 明白嗎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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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有些中間一些的選票 覺得特朗普真的很差 你不交稅 你那些堅定留的 你說交了幾百萬 然後你就說 只有 只有 你不交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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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位置 其實這些話上街 會不會對某些比較中間的選民 會不喜歡特朗普呢 那樣 還是特朗普已經 發瘋了很久了 對吧 他們已經麻痺了 我其實不知道 特朗普这些表现会不会影响他的支持率 或者最后会不会差很少 他这样说我是一个奸商 我未做总统时是奸商 奸商当然要想方法不交税 这些是比较难搞的 第二件事是处理疫情 回复都是不可接受的 接着特朗普就拒绝 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 就是那些 他就说问题全都在了 他用一个side track的方法 基本上拜登打他 拜登反而更加显示他 白了死了 他就说政治正确 究竟会不会打得特朗普入狱呢 其实拜登的招数 对打特朗普未必入狱 拍到中间呢 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在美国住 因为太小的事情很难说 我觉得美国人可能很习惯 特朗普的 反而 所以基本上 拜登又不是太差 但对特朗普的攻击 基本上就拗痕 影不影响那些温和中间派呢 还是美国人自己心底里看到 哇天天都黑人暴乱啊 拜登在代表黑人 我们白人优越是应该的嘛 很多人心底是这么想的 嘴巴不说出来 特朗普不谴责白人自信主义者 会不会这么巧 就是对大部分白人面对着 越来越多 呃 黑人和马拉丁美洲人的那种恐惧 反而是 有利呢 第二件事 特朗普 这种的取向 譬如说举例他要高举基督教 但是他的基督教当然是不汤不水的基督教 就是新教也好 又或者是天主教 他将会呢 已经提名了巴雷特 去做这个 大法官 也会在选举前 可能参议院会通过的 如果有什么事来说呢 当然 第一 巴雷特的身份就是天主教徒 特朗普 只是把基督教的传统思想 可知其 扩大些 不止 本来就说 W ASP 原本 美国就说 就是 Right Anglosaxan Protestant 本来 WASP 是 白人在美国执政的一个主体 五天 可能就说改一点 WASP 就行了 Right Anglosaxan Christian 就搞定了 包括天主教徒 如果包括天主教徒 那可能可以计算 那些 墨西哥人 墨西哥人 也是 他们也不是很 Buy你那些 政治正确的 你呢 如果说 Trump 不让那些 自己乡下的墨西哥人 继续上来美国 没有那些 拉丁美裔来抢 我们现在在美国住的 拉丁美裔 其实呢 其实讨好到的 第二件事呢 Trump 注重宗教嘛 他天主教也抱着 他抱着天主教 其实那些 墨西哥人 就会觉得 Trump 也不差 好过 好过 拜登 常常说 什么 撑同性戀 什么什么 所以 如果是一个争斗的 里面 其实我觉得 拉丁美洲人 不是全体 支持拜登 只剩下黑人 只剩下黑人 所以 其实现在形势上 如果长远美国 是Trump 连任的 他不是那么容易 整个国家分裂瓦解 很多文章分析 就说 白人种族越来越少 但是 Trump 握的 他不只是基督教嘛 不是基督新教嘛 包括天主教嘛 他拥抱天主教 大家说 保守右翼 联盟 反抗政治正确 基督教的价值 扯基督教的大旗 某个程度上 你说那些 墨西哥裔 拉丁美洲裔 可能他走白粉 杀人放火 但是 基本上 他们是信教的 所以 其实我觉得 美国说分裂 不是那么容易 第二件事 会不会加州独立呢 这样 一有 年头就爆过了 就说 喂 选举后一天 就会有加州独立公投 第一 我就告诉你 这个情况 就是说 美国里面 有很多 的 法例 不同层次上 有很多法例 是反对国家分裂的 所以呢 基本上 就算加州做一个独立公投 基本上 现在没问题了 就算 投票有什么结果 都好 就算是赞成都好 我相信 那个公投 是不被承认的 是不被承认的 另外呢 其实加州都会明白 他脱离了美国呢 加州和一个 现在的英国不是差太远 就是说 英国呢 失去了 全球大部分的殖民地 是不是 就是他还有 十四个海外领地 我数下去 好像是十四个 那就 看来是 不 英国呢 其实在这个世界 话语权越来越小 他脱了欧之后 更加小 那所以 喂 其实英国已经呢 开始 被美国不停按住 因为他和 欧盟那边很不够 一会儿跟你说一会儿 看这一节未必有时间 但是呢 可以说一句呢 呃 加州如果脱离美国的话 他只是呢 一个 呃 可以说呢 英语的国家 而已 他脱离了之后呢 他是没有世界霸权 而美国呢 一定对脱离了 出去的加州呢 会极尽之打压 明白吗 所以呢 其实 没有的 如果你加州 脱离美国呢 知道就是 你失去了 全世界 全世界 去修割全世界的实力 啊 而加州呢 就变成了 其他美国 啊 他有50个州 走了加州之后 只有49个州 那49个州 就打压你了 啊 基本上呢 加州呢 我认为 这种东西呢 是 是 看来呢 其实各样法例呢 都不会承认 独立公投的结果的 就算真的贊成 所以呢 你不要寄望呢 美国呢 在短时间里面 瓦解分裂 这些东西呢 全部 就是以前呢 我有时候 看了一些文章 哈 大陆的文章 有时候说得太夸张 哈 就是我觉得这些都 挺不合理的 那我说了很多 美国内部的东西 那另外呢 呃 有一些文章呢 在大陆里面 写呢 就很离谱的 那他就说呢 如果中国打台湾呢 美国就会封锁马六甲 甚至全球呢 就用无人机呢 嘴杀 破坏中国的商选 那样 那什么叫马六甲危机呢 那样 大家都知道的了 那这条河 这个马六甲港口 就是马六甲 在这个呢 就是吉隆坡 吉隆坡旁呢 其实这个叫马六甲的 马拉卡 马拉卡 马六甲 现在呢 就开始建立黄金港了 那但是 在新加坡的章仪呢 这里呢 这里呢 有个叫章仪机场 啊 这里呢 就是章仪的军事基地呢 就有些美军停泊的了 另外好像这里 都好像 都会有一些 美军停泊的基地的 那我大概知道新加坡有两个 那就是说 如果你美军 封锁马六甲 会有什么结果呢 我告诉你 在现在的时代里面 曾经呢 在青海 中国就做了一个试验 就是用它的东风 二十一和二十六呢 在这个青海和浙江呢 射到南海的目标 那同一系列的导弹呢 可以说在海南岛呢 对到马洛甲附近呢 全部都是覆盖范围 就是说呢 如果美国军舰呢 要 封锁马洛甲的话呢 基本上呢 全部都是在中国导弹的覆盖范围 而且呢 那些导弹是因为 超音速导弹 是 音速十倍以上 如果是 你想想 不是那些很远距离的那些 如果你说洲际导弹 就是由 中国要射到去美国 那样 那那个就是东风四十一啦 那这么差远呢 那你射到去呢 那它当然可以快一点 但是如果你说在很短的距离 在马洛甲港口附近 你美军是决定要封锁的话呢 其实全部都会在东风系列的覆盖范围 就是呢 我觉得美国呢 是不敢搞得这么大事的 那如果你说和中国反面 中国就多给俄罗斯 用多些石油给他 是不是 是不是 或者是 喂 在缅甸 都有飘搅港 是不是 大家只给钱 是不是 石油的东西 可以在 中间那些 可能是巴基斯坦也好 缅甸也好 缅甸也好 这些都还是好朋友的 是不是 就是 我觉得现在中国能源上面 如果美国要这样玩大它 那美国的商船怎么办呢 你用无人机炸我的游轮 我会不会用游轮机 我用无人机 那就搞你 就是 所有去美国的船 是不是 还有 如果你 中 美国呢 搞中国的任何东西呢 那 就等于呢 南韩有三万美军的 日本也有的 日本有过百个美军基地 全部都是 把来的 最近 当然你会听到 形势好像很紧张 是的 好像 因为 美国呢 他找一些无人机部队 就是控制无人机的 他就 在秘章上 弄了一个中国地图 基本上 这个也是一个很离谱的挑衅 就是 美军弄了一些这样的东西 这个代表 美军要 做一个讯号 就是 当中国是一个 敌人 就一定要 弄死中国了 但是 你吓鬼而已 我告诉你 这一节长一点也说 就是 美国呢 其实 在韩战之后 和中国 韩战就直接对陷了 但是韩战是输的 输到 杜鲁门要炒 密克阿瑟 他本来打到鸭目光 最后要退回三八线 美军 输 不是和 是输 之后呢 美国打仗呢 从来都不敢面对巨型国家 就是呢 那些汉奸 说到就是 中国打台湾 美国会全球毁灭中国的船 其实就等于大家 打世界大战而已 中国打了台湾呢 美国仍然可以 一路搞中国 一路卖谷物 因为中国会 他立刻 我打完台湾 就退回 就是说 他搞台独啊 他挑衅我啊 或者是香港暴乱 他给钱啊 那样 没办法啦 是不是 其他东西可能说 我没有领土野心 那样 他就缩回去了 中国 是不是 你 美国 反而这样搞 就是说 你要挑起世界大战 我跟你打 美国根本承担不了的 就是中国不卖 如果我现在 我用很多医疗用品 口罩也好 或者防护医也好 我还在供应美国 我还在给你稀土 你敢打我 你什么都没有了 我全部不卖 是不是 我全中国 我可能文明 退后些 不够石油用 最多大家全力发展多些 风力 太阳能 但是美国 就马上 军工业就停工 或者所有科技业就完蛋了 因为没有稀土 我觉得 不会发展到 可可地步 就算打台湾 就这么多先